接下来 往小猪家敲瓦桥 希望能有机会吃掉它们 这时小猪们已经吃完晚餐了 正要准备刷牙洗脸去睡觉 猪大哥说 这时大野狼已经带着铲子和甘草 去小猪家门口 准备要在门口挖一个大洞 然后铺上甘草陷害小猪们 早晨起来 皱花的猪大哥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时猪二哥和猪小弟都醒来了 猪妈妈正在准备早餐 你在干吗 干吗 干吗 咱们在发言里 更花说话 对啊 正是在爱旁游哇 你们看 三只小猪指着地上挖的陷阱 他们正在讨论着 不让别人听见 这时候猪妈妈说 你们是用那么小 跟花园的小丑大闹的 换进来吃小餐 不然小丑要凉了 就这样 三只小猪就在吃早餐了 他们一边吃一边讨论如何对付大野狼 大野狼正要去三只小猪的家 但是在半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可怕的警卫 你这大野狼 你是不是 既然 我只需要彷彿地上他們三隻手足 你是不是 需要知道他們的樣子 沒有 我只需要去彷彿地上 這時候三隻小豬站起來繞著花園 討論要怎麼對付那隻大野狼 這時候朱小弟說 等一下他就照我的計畫去進行 這時大野狼已經躲在三隻小豬家的旁邊 而朱老大也照著朱小弟的計畫 拿著BBQ在門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大野狼已經忍不住了 這時候大野狼他不小心掉進了自己做的陷阱 朱大哥 朱二哥還有朱小弟 他們往洞裡看得看 笑了笑 從此以後 大野狼這也不敢騷擾他們 小豬們又可以天天過著很快樂的日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